Hello,大家好,我是鸭露 虽然我也并没有想到会以这样的形象和大家见面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人设可能要让点进这个视频的朋友们有点失望了 毕竟我不仅宅,而且还超怕麻烦 是个没有什么情调的理工生,非常对不起大家 这样说对出道没有什么兴趣 估计还是收集了一些问题来做一些自我介绍 因为感觉挺好玩的 生日是2月2日的22岁 在南半球的墨尔本读书 特长是写棒 还有我的普通话非常的标准 就让我挑战一下这个绕口令 让你们看一下 好的,快速连读五遍对吧 嘿花 嘿花 黑花 嘿和 的 算了 喜欢的食物是蛋包饭 鳶鱼饭 而不过现在每天吃的都是微波料理 好惨啊 其他喜欢的东西是各种电子产品 现在用的最喜欢的键盘是60%的Poker2 但希望有一天能够拥有一块HHKB 然后快乐的打电话 大家不会好奇VTuber到底是怎么做的吗 我超好奇 然后就花了一天时间看YouTube 学习怎么做MMD模型 然后导入模型也快一天了吧 然后成果大概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个样子 毕竟是花了两天时间做的 不做个视频感觉有点浪费 反正就是想做就去做了 挺开心的 其实这不是我的第一个视频了 根据我以前的投稿来看的话 应该是科技区跟游戏区比较多吧 我想要分享一些自己的学习心得 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喜欢上编程 如果有更多女孩子能进入IT这个行业的话 我会非常开心 虽然技术不足 做不了教程视频 但我可以和大家一起学习进步 如果有大佬可以指点一下我 那就更好了 游戏实况也会投稿的 但其实只是做一下朋友推荐的游戏 毕竟游戏还是自己玩爽的最重要嘛 但直播一下可能还是会有的 未来的期望嘛 想要拥有AI的朋友 还有学一下建模 搞一搞身体追踪什么的 虽然我这个模型本身是可以全身动的 但我现在只能这样子晃晃脑袋挺无聊的 最后我需要感谢制作这个模型用到的素材的作者们 我完全不会画画 也没有动画基础 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模型完全是他们的功劳 我会把他们的名字打在这个旁边的某个地方 我们还是要尊重一下别人的劳动成果的 嗯 好的那么这个很随便的自我介绍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们想看到我出现在更多的视频里面的话 请弹幕评论告诉我 说不定会有的 好的那么这个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怎么办 嘴巴不会动 不会眨眼睛 歪头 这个根本就对不上嘛 怎么办 虽然现在会眨眼睛也会讲话了 但是一点都对不上 完了 为什么感觉跟个智障一样 睁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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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太不容易了这个 我终于可以讲话可以眨眼睛了 多眨几下 对可以 终于搞好了 终于搞好了不容易啊 太艰难了 感觉自己像是好多天没有洗头了 现在还没伤睦地 可能会有什麽 相当后 有点 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